聊圣义空 什么叫圣义空 这是大臣经常常常看到的 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 圣义空 也叫做地业义空 什么是地业 用现代学术上的名词来讲 这是哲学上的名词 地业义大臣教上常常说 意念不久 这个意念就是地业义 你怎么谜 我们今天来问 宇宙怎么来的 万物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大臣经教里面说 它的起源就是一念不久 一念不久 这个一就是地业义 为什么会一念不久 那就叫离 即使一念不久 那叫死 离死都不可得 叫空啊 为什么离死都不可得 你要真说不可得 人家不服啊 我也不服啊 搞了这么多年呢 才把你搞清楚了 服服帖帖 到什么 到我们念到 菩萨出台经理 释迦牟尼佛跟尼勒普尔对话 恍然大无望 那才晓得 这个一念 一念不是过去 不是未来 就是当下 这个一念 当题皆空 了不可得 为什么 他的时间太短了 一秒钟里头 有1600兆个一念 这我们就能理解了 你说这一念 你就完了 我们就不在了 那就变第二个一念了 念念都是第一年 没有第二年了 像我们看电影 这个底片 你要看到底片的话 每一张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他在放映机里面 一秒钟才24张 这叫第一 第一 第一空 那我们今天看 感觉到这个感官的世界 是什么 是这些第一 第一 连到起来 连续一下 不是真的 每一个都是第一念 没有第二念 第二念跟第一 完全一样 他不一样 你在这个地方找 没有一张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就是大同小异 没有一张绝对相同 所以不能说相续相 相续相是张张相同的 这叫相续 它不同 所以我对相续相加两个字 相似 相似相续相 它不是真的相续相 这个一念的意思要跟你说 第一念就是一念 第一念空气 第一念了不可得 你猜出一念 这一念过去了 没有了 永远是这一念 这一念断了 跟各位说 长级光线 佛土没有了 所以佛土空啊 聊佛土空啊 佛土没有了 就是舌报专用土没有了 你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凡神土没有了 方便土没有了 舌报土没有了 留下来叫长级光 长级光什么都没有 长级光我常说 物质现象没有 精神现象没有 自然现象没有 长级光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我没有离开长级光 所以这段事情 我常常用电视 荧幕做比喻 荧幕就是长级光 什么都没有 里面的现象呢 舌报图 方便图 同居图 那是里面的现象 里面的现象不就是刹那刹那 在身边吗 它是动的 它不是进的嘛 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数码 比这个胶卷速度更快了 它还是一个一个像啊 连续在这里产生的 所以看电视 你把电视针看懂就开悟了 大扯大悟 你去成佛了 所以会的 哪一发不是佛法 看电视是佛法 它能帮助你开悟 帮助你成佛 那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那不会的 你被境界转 你心看着境界 你被它转 你也是觉悟的 了解它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 不齐心不动念是禅定 定会都在境界里面成就 所以我们现前的这个境界 就像电视屏幕里头一样 如果了解懂得空 不起心不动念 你就见到心 现在哪里 常见过来 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它是真理 其他东西全是假的 所以它叫做善意 真的假的 是一不是二 电视屏幕里线的这些摄像 跟屏幕都分不开 屏幕在哪里 就在摄像里 摄像在哪里 就在屏幕里 但是屏幕是屏幕 摄像是摄像 一个是真一个是王 真的是永恒不对 一个是刹那边灵 它两个同时在混在一起 你统统签出 统统明了 一点都不迷惑 对于性 对于像 都不执着 都不齐心都拟 这叫慎意空 了慎意空 明了慎意空 那么也叫第一空 祝法当中最为敌 它是最初的元气 在佛教有个名词叫涅槃 涅槃也是这个意思 涅槃之法 空无有限 所以第一空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第一空 大吉经理的书 这是佛讲的 第一天 无上甚深妙力 离家一个庙 庙什么意思 不能说的有 也不能说的无 不能说的存在 也不能说的不存在 这叫庙 你决定不能受到干扰 就是在这个境界里 决定不能 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就错了 齐心动念就叫菩萨了 不齐心不动念是佛 齐心动念是菩萨 那分别呢 分别就是阿罗汉 辟知佛 在执着 执着就变成六道凡夫 这些全是家民家乡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在现象里面 别去想他 想他就齐心动念 别去说他 说他就分别之处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今天里面讲 这个道理 甚甚甚甚 不可说不可说 不得已用一个家民 叫第一 名字相不可主 一定要通达名流 这是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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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一个小小财